陆港在地神明刺绣工艺师苏世昌 师承国宝级艺师林玉全 在老师的鼓励下返乡创立陆港秀影服秀庄 承知过台湾各地许多寺庙的刺绣神明衣 头旗、两散及神教材 耗时非力的手工神明刺绣 充分展现了台湾传统宗教文化的生命力与艺术性 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用心爱台湾 传统的神明刺绣记忆 对我而言是无所不在 因为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看得到 然后有些人会注意有些人不会去注意 基本上我们到每间庙宇去看 其实每间庙宇基本上我们所有神尊穿的衣服 就是来自我们的神明手工传统刺绣里面 因为刺绣它种类很多 我们神明刺绣种类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刺绣 然后而且在我们庙会的游行 绕境 可能它出的旗帜会更多 说来也是蛮 也是就是蛮悬的契机的 因为我本身有工风神明 那一开始比如说我给他穿好的 他也不穿 给他穿普通的他也不穿 定做他也不穿 然后我就跟他拌背 我说不然我做给你穿好 结果就三杯三杯 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帮我找一个老师吧 因为这个不可能说无视自动 一定要有老师带你才能说整个神明的刺绣 怎么去做怎么去量神力 因为这个其实要学的东西非常多 讲完隔天就在网络上找到我老师 像学刺绣的话神明刺绣的话 因为一般我们在南部的修庄 我的老师然后我的师娘 老师在家或者阿姨在家 都说阿冲啊冲啊 你这边要怎么做走去又回 又去走回 结果上可能走去又回 我们做又去走回 因为他们是老师傅 他们其实做出来的效果是一模一样 不过你走去又回又去走回 他们就看得出来 有可能就慢慢的一节 可能大概十公分 我们修了一整天 那个阿姨二后不讲 咔嚓 两秒钟剪刀都剪下去 你心都碎了 不过你反过来看你会想说 我就是凑在哪边 下次我们都注意说 我们要如何做 这是最难忘的 其实入港修是以我们在地 再更名为入港修 像比如说我们许多 我们中国式大名修 苏修月修 故修香修 因为我们台湾的宗教制修是从 大部分都是早期福州的移民过来 然后一直传承到现在 比如整个大福建它叫敏秀嘛 它现在在福州叫龙秀 在泉州叫金昌秀 在张州叫张秀 他们都有申请对文化一直物质遗产 他们就是以在地再更名 像比如说我们在台南学 台南他们叫台南秀 也有嘉义秀 也有宜兰秀 那我想说为什么我们在入港 不能以入港再更名为入港秀 因为这里是一个特色 因为比如说我在用色会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正规的有正规的配色 那我想说既然秀 为什么不能配 因为我喜欢用黑跟白 黑跟白再配其实很好配 因为我们底色都是橘色 红色居多 然后你必须靠这些色彩来秤多 然后银符秀中是因为 银就代表虎 因为很多人问说 你的生肖是不是属虎 我说不是 我是用八字旋律 里面的三六合 来用银 然后虎就想说 银符银符 我们迎着虎起来 银符就一直这样子来 对对 这还好 这个卡麵没关系 这还好 秀得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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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鹿港的神尼比较特别 一般都是龙都是金色的 一般都是龙都是金色的 然后我们鹿港的神尼 它都是比较喜欢用银符 因为它现在白色 白色银墨资的 就是我们鹿港的特色 然后最大的特色 它神明衣穿起来 到后面会成高 就是鹿港最大的特色 像比如说我们到 庙里参拜 其实很多地方可以 看到出它的工艺的美妙 它的神力里面 其实神力里面 就蕴藏得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它的 包充的 用薄的 半手光的 薄力龙的 可能一般 一般民众不会很好发现 可是你当你对宗教赤秀 有了解到某种程度 其实你看到看得出来 我们站在工艺跟艺术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些工艺 不管是木雕 画 然后绘画 什么赤秀 就是整间庙的结构 它就是一个缩小版的 羅浮工 对 像之前有在大学讲课 然后其实也开了蛮多课 如果你真的想学的人 还是少之又少 因为毕竟说要坚持那么久 其实也不好坚持 像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尽力的推广 让更多人认识说 它我们神明的赤秀 不单单只是说神明在用 其实很多东西在日常生活上 都用得到 不一定说一定要很自私地 穿在神明身上 或者是宗教的用途 所以就是所以我们自己发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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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